人们在喝酒的时候 需要唱歌 这是中国很多民族的一种习俗 那么在民度地区 人们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不管是婚纱将曲 亲朋好友来了 他们就要喝酒 喝大地的米酒 那么喝的时候 他需要唱歌 这就是有了酒文化 所谓的酒歌 那么人们比较知道的是 螃蟹歌 螃蟹调 其实最有名的 还应该是龙灯泉 龙灯泉 对 也是一个像是喝酒的时候 酒令猜拳的这样的一个吗 没错 比如咱俩喝酒 就开始猜龙灯 猜完龙灯 然后猜名语一样 猜猜猜 输了 喝酒 是吗 那我得看看 他这是怎么猜的 就这样猜 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这个龙灯泉 这也是无意龙灯 龙灯刷了刷红灯 明年正夜晚再来说 一心借你们龙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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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球 两号子龙灯 两号 两号子龙灯 龙灯 四球 才是龙灯 小国阳 不一不一难得一 一楼是一楼难分开 小国阳 被 可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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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得大 Small Our Bear 小国阳 人民之下 大人 乱猜 乱猜 大人 乱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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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 乱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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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 乱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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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级青春 长久国 长久国呀长久国 长久国呀长久国 都就那个空气不依落呀 都就那个空气不依落呀 正呀请一片金火下 公主那个健康幸福多 海上海洋花呀 千金火呀 海上海洋花呀 千金火呀 公主健康幸福多 干杯